记得公孙衍刚到秦国的时候 还是我给大王引荐的他 那时候的公孙衍 青年才俊意气风发 第一次与大王见面 他与大王仿佛是前世的缘分 醋息交谈了一夜 寡人因公孙衍攻占河西之地 和幼赴魏国主将公子昂的功劳 封他为秦国的大粮造 这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殊辱 寡人真不信他会背弃大秦 大王 人心是会变的 有的人永远贪心不足 何况眼下张子与大粮造水火不容 魏王又不停地柴人给大粮造送礼 我想目的只有两个 一是为提醒他还欠着魏国的人情 二呢 是为了让他知晓 说到底只有魏国人对魏国人更轻一些 当下秦国权力三分 张仪与公孙衍相争 正好让公孙衍再生意念 公孙衍一向是兴高气盛 魏王对公孙衍又是志在必得 对于公孙衍 大王还是尽人事听天命吧 大王 穆坚来了 让他进来 是 大王 出了何事 是关于芈月的弟弟 偷了公子壮的剑 魏夫人要示意宫行 你是如何知道此事的 是魏良人叫侍女给老奴报的信 这个魏良人倒是个有心人 这个事说小也小 说大也大 老奴拿不定主意 所以才决定跑这一趟 一个小女子遇到这种事情 该是天塌了 大王要帮她 她要寡人帮她吗 这 这我就不知道了 是 是 来来来 喝酒 后宫之事不胜其烦 大王到我这儿喝杯酒 都不能踏实 当初长姐为我打理后宫的时候啊 寡人的耳根子静静多了 后宫女人多 是非也多 但大王过去好像对这些是是非非 并不往心里去 后宫没变 大王却变了 是不是大王又有心上之人了 她说是非非 长姐由雍大人常来陪伴 在北郊行宫过着神仙般的日子 还拿寡人来打驱 这么说大王今晚住在我的宫里 难免孤单 让姐姐安排一个好女子给大王侍寝 无妨 大王 芈月来了 她来了 是 她真的来了 看看去 哪个芈月呀 是不是那个灵牙利齿的小丫头 是 这么说 今夜不用我安排 大王也有侍寝的人了 此事寡人已经知道 既然有王后的应允 功行可免 但按秦律 偷到他人财物必须责罚 哪怕是寡人的兄弟 也不能亡开一面 眼下魏夫人执掌后宫 刑事虽有些急躁 但并无大错 那不是头 那把剑 是公子壮丢弃在草丛里的 是生了绣的 怎么不是头 那是谁家的园子 他拿走那把剑 告知了公子壮 并得到许可了吗 大王明示芈月 如何才能救弟弟 我大秦以法立信 刑上大夫 寡人帮不了你 你还得丢人帮遮 我 你还是回去吗 大王的心情 你不是不知道 就是你在这儿跪上一晚上 也不会有结果的 他见锤帘 能否安排明月 今晚识琴 你说什么 明月山穷水尽了 连这性命都不在乎 哪还在乎这身子 眼下只有这法子了 王大俭成决 给寡人宽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今日怎么啦连宽衣都不会了吧 怎么会是你 你以为如此就能救你弟弟吗 明月是琴 心甘情愿 丫头 你的心思明明白白写在脸上 你有难处 有求于寡人 可你知道寡人这一辈子 最痛恨的是什么吗 就是被人利用 大王恕罪 明月出此下策 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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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投无路了 你对寡人并不真心 何苦如此 明月 别无选择 是 起来吧 寡人从不抢人所难 你跪着也没用 你打算让寡人做什么 是你的事 寡人打算做什么 是寡人的事 你出去 怎么样了 游dens嵺已经让人串谎了 明月四日 他们就要对小军动手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